用數字看臺灣 掌握最新財經脈動 各位觀眾晚安 我是謝金河 歡迎再度收看本週的數字臺灣 今天的特別來賓 我們請到政務委員 龔明星 政務委員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我想碰到這個龔先生 我特別跟他講說 我們在2004年的時候 我記得當時我們這個節目 一開始第一集由邱富生先生 請廖曉君來主持 在第一集 他請我跟龔明星兩位 來到我們這個年代的攝影棚 那之後我就變成一路到今天 所以我想我們這個節目 從2004一路走下來快15年 我想今天再請到我們政務委員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一個我們兩個的記憶 這個已經經過了不知不覺當中已經15年了 所以今天我們要特別就台商貴意返鄉 從這一次台商回台投資 對台灣的整個經濟帶來的影響跟後續的變化的追蹤 所以今天我們要特別請教龔政務委員 在節目開始 我們稍微把這個禮拜的情況稍微講一下 在這一週當中 其實大家注意到禮拜二的晚上 川普突然對中國的3000億商品突然他把他沿到這個 這個12月15號 這個一瞬延三個月之後 美國的股市大漲了300多點 我們也看到包括原來漲到20以上的這個恐慌指數 那現在下滑到17左右 另外美國的債券主利利需 這個大家非常注意的 現在美債的發展來看 現在一個月起 他跟那個他比十年起還來得要高 那這個情況看起來 這種債券殖利利倒掛的現象 到目前為止沒有改善 另外一個風險性的資產 包括黃金 包括比特幣 都在最近有比較大幅的反應 我們看到人民幣破了7 那大家知道他破7之後就沒有再回頭 那這個情況 美國同時宣布 中國是匯率操縱國 那這個是在一九九四九五年以來 中國再次成為外匯操縱國 那麼我們看到人民幣現在到了7以後 那後面的變化 大家值得高度關注 我們看到摩根大通 預測人民幣會到7.35 美齡認為會到7.3 匯豐認為到7.5 高盛他認為這會到7.05跟6.95 他比較薄3到6個月短期間 他如果會7到7.1 這是花旗的預測 所以大致上大家對人民幣 站上7之後形成共識 另外貿易戰加劇之後 所帶來的美元的指數往高漲 房金價格是大漲 所以這兩個是同時在避險商品當中呈現一個比較顯出的變化 另外克魯曼講 他說全球貿易跟貨幣戰會爆發 就是下半年如果這個在美洲貿易戰在失控的情況之下 看起來這個情況會加劇 所以克魯曼在這個禮拜在演講當中特別提到的 我們看到另外兩個場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禮拜的香港還是高度的變化 這張畫的圖其實給大家非常大的震撼 他說請不要對示威者來投資開槍 頭部開槍 所以這個是一個小女生戴著防毒面具 香港的機場現在連續都是集滿了人潮 也造成飛機的停飛 那香港抗爭民眾他講說很抱歉造成不變 但我們正在為家鄉的未來在奮鬥 這個話看起來是讓人動容 另外香港的公務員他站出來 他說住肝鬥肉 吃以為惡 他是對公務員在抗爭 那香港的特首他的民調的支持度 已經調到27.9 所以這個是下滑非常快 是歷任香港特首民望最低的林鄭月娥 他這個禮拜他同時把政府官員找來 跟36位工商界代表 那麼來召開香港經濟對策 他說香港經濟下滑的壓力遠勝於海嘯 那麼我們看到現在在機場抗爭的民眾 不斷地在上升 那現在這個中央也把這個到機場抗爭 對為一個違法的行為 我們看到國泰航的股價大幅的下滑 他已經跌回到2008年的金融海嘯的位置 那香港的變動我們看到滙豐 高層突然之間大幅換降 所以包括他的CEO他做了一年多 叫煥寧突然被請辭了 那背後很多人在解讀 另外這個是香港歷任大中華區的總裁 黃碧娟 那他也是後命要請辭 你看到他在香港其實他資歷非常深 四十年以上 那這一次突然之間掛罐球去 同時外匯市場有此一算 中國向香港借的四千億美元的這個錢 那現在這個是羅生門 另外我們看到港幣在這一週當中 他要再度回到7.85附近的貶值的下限 那香港現在很多人都在登廣告 這是錫金投資的劉央 他登了一個是支持官方的整版報紙廣告 那香港民眾現在其實大家都在擔心 就是香港會不會重返1967年股災的情況 這是1967年香港的這個情景 那大家可以看到香港這四十年當中 他的變化是非常大的 半個世紀以來香港一直都是世界的金融的重鎮 我們也看到跟臺灣有關的是一方的茶飲料的風波 這手搖飲料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他一表態之後 其實大家都對這個一國兩制都表態了 所以在這張表當中所被列出來 這是在網路上大家在傳的 從共茶開始一方 包括Coco Duca 迷克夏 大院子 這個很多大概手搖飲料 都定期間 這是網路上 大家把這個幾個手搖飲料老闆的背景 那麼多做一個深入的追蹤 那大家可以參考 我們來看在過去到大陸去投資 大概都要在政治上表態 所以政治上表態 你現在可以發現政治表態以後 如果這個表態可以讓思維更成功也就算了 我們看到包括從王雪榮認為是中國的企業 吳寶春到許文龍 許文龍後來齊美並給了群創 後來他把群創的股票賣掉 大概虧損應該上百億 另外這個最顯著的一個是宏達店 宏達店從一千三掉到三十塊三毛五 那麼到今天為止都沒有翻身 也就是說他雖然承諾是對一國兩制 承諾是中國的企業 但是宏達店並沒有因為王雪榮的表態 他的事業能夠做起來 還是一樣低迷不振 這個也是台商在這些人當中要非常注意的 也就是說你的事業還是要回到核心競爭力 那麼如果是這個在政治上表態 你沒有辦法撼回你的核心競爭力 事業還是不會有加分的效果 所以這個是小英現在他在臉書上所提的 他說水果茶還是天然的最好 他說甜度冰塊都能自由選擇 但是加了政治味道就不太好 就是小英在臉書上的表態 另外我們也看到中國現在無限上綱 只要把那個地區跟國家放在一起 他一定會抗議 那現在包括藝人全面都表態了 所以這個是不斷的兩岸關係在惡化的一個象徵 包括現在自由行全面喊停 所以這個也是臺灣現在所面對的壓力 那麼臺灣如何能夠在這當中突圍 這是大家高度要共同思考的關鍵 那今天幾個話題我們就看到這裡 來請我們龔正委員來跟我們觀眾朋友來 稍微來談一下臺商資金回流 我把這個資料稍微再更新一下 我們看到到八月八號為止 現在臺商回臺投資加速一百零六加 金額達到五千三百七十億 創造就位四萬五千七百人 那最近我看到沈農軍部長他就每天都很快樂 那我想他現在這個業績越做越好 那我相信這個是一個在臺灣今年的三十年的變化當中 非常顯著的一個變化的焦點 就是說臺商資金回流 我相信這是一個我們在三十年 臺灣的人流物流金流外流當中 最出現一個最顯著的變化 所以我們也來看臺灣邁向高峰裡面 經濟部的網站他特別提到突破五千億 那看起來現在已經到八月的時候已經突破了 那看起來有人這個我那天問沈農軍部長 他說七千億 那蘇建龍部長講八千 那說不定一照都有可能 所以我相信都是一個大時代的來臨 我想我們先請我們廣正委跟觀眾朋友問候一下 是 縣長好 然後各位觀眾大家好 以中國這樣的一個發展模式 還有國際這個貿易不平衡的一些狀況 情況來講的話 類似這樣的轉折點事實上一定會發生 只是那個時間點是什麼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掌握 那現在看得非常清楚 川普上臺以後 對中國這樣長期的不均衡關係 提出了一些反制的一些做法 那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在設定在去年的時候 我陸續就是當川普宣布了幾波的這個加徵關稅以後 那我們當時我在經濟部擔任次長的時候 當然就要趕快跟這些企業界朋友互相的座談跟溝通 因應知道也好或情勢的判斷等等也好 那得到的一些information是講說 事實上他們已經慢慢的開始在往東南亞等等的一些轉移了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國際大廠開始請他們評估 那個生產基地的轉移的可能性 第三個就是說很多東南亞的一些政府官員 事實上經常性的到臺灣來 希望就是說萬一臺商要離開中國 然後如果不回到臺灣 希望我們介紹他去東南亞 那這幾個趨勢來看 這個潮流的轉折點是有可能發生 那後來我們推出了這個歡迎臺商回臺方案等等的一些情況 那一月四號的時候通過了兩家 那第一家是智邦 那因為他主要是網通股 他是第一波被限制的一些 那我們網通的企業基本上過去來講 很大的比例基本上都在中國生產 那所以說他調配也最快 所以很大的產能因應這個美國的市場 就會很快的調調整過來 但是到了一月十一號的第二波通過的 是廣達 那這個規模就很大 而且廣達事實上他主動的在發布新聞 說他有這樣的一個 以前臺商要回來 態度都非常隱晦 遮住名字 現在大家公開講 這是在過去沒發生過的事 是 所以就是說剛才像社長提到的 以前事實上 臺商的這個轉移佈局 事實上都悄悄的 因為他怕 他怕這個中國可能會反制或惹惱的這個中國 大概都比較隱晦的方法 但是這一波你可以看到第三家的廣達對外宣布以後 那後續就進展得非常快 那我們判斷就是說這個趨勢大概就來臨 那後續的我們就可以看到那個結果 每一個月份的那個加速跟金額快速的進展等等的一些情況 那原來預估原來大概是兩千億到三千億等等在今年 那後來看看很快就達成了 後來這個總統加碼到五千億 那五千億現在也達到 所以現在的確看起來是有機會 今年可以到七千億甚至於更多 那都是非常有可能 尤其這一次的這個 有一些企業剛開始還可能有一點點觀望 就是G20那時候 就是可能會 美中之間會不會達到一個協議等等一些情況 大家可能還有一些善意 但是後來這個 他們的這個談判團在上海失敗以後 那回去川普宣布這個九月一號 可能就是剩下了三千億美金 就要課增百分之十的時候 那我想大很多的財商大概就確定了 這個大概短期間是不太可能 雖然剛才社長有提到 那又美國的USTR又宣布說大概三千億裡面有一半 一半的部分 可能會延到這個十二月十五號的時候來課證 那可能看起來是這樣就是說給這些包括了這個手機啊 筆電啊等等的這些企業 他大概有三個月三個半月的緩衝期 你三個半月的緩衝期給予你產能調配的一些空間 所以還是非常有可能在十二月十五號的時候 剩下的這個一千五百億這個百分之十有可能會課 那這也給這個企業界他們 大概我覺得他們的心象會比較篤定 大概就是說產能的調配 是勢必一定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很多報紙 包括五哥裡面的四哥等等一些情況 因為他們的筆電的這個比例上來講 大概有三成到四成是美國市場 所以這個部分是要很快的 可能在兩個月三個月裡面 可能就要做一些移轉 當然長期間他們可能還是有一些要佈局到東南亞 這是OK的 但是短期間 因為臺灣他的這個整個供應鏈來講 算是比較完整 那因為整個東南亞來講 大概可能除了越南之外 其他的部分他的這個電子業的供應還不完整 所以他還是至少這一波會先回到臺灣 那所以就是說這個趨勢大概就很明顯 剛才社長特別提到 這個大概可能三十年來的一個轉折點 你先逃到這裡 回來我們等一下來看看 你一估就是到2025年 這你在接受報紙訪問的時候提到 四兆元可能回臺灣投資 那這個當然現在從2019到205還有六年 那這樣的一個數字的推估 你怎麼看未來幾年的變化 這都變化 因為我們如果看到從四月一號 你看到四月一號其實 剛剛開始的時候其實九百 然後到一下子他就變一千三 到最後兩千兩千 到五月的時候兩千三 一下一度加到現在五千三百七十 那個後面金額變化是大的 所以假如他變成一個氣候成為一個潮流 那將來這四個四兆元回臺灣的話 臺灣要有什麼準備 等一下回來請教我們政務委員 稍微回來 好 今年臺灣碰到一個臺商其實我們都不斷的出走 所以我在講說在一九八九年 如果你不懂得離開臺灣這三十年 你的日子相對過得比較苦 那我們也看到日本也是一樣 那我們差不多同病相連 這三十年當中我們差不多像龜兔賽跑 兩隻兔子蹲在路邊 那現在呢 美中貿易戰之後他造成產業鏈快速的移轉 這個移轉其實這一兩年從去年開始 那今年他就變成氣候了 那後面看起來美中貿易戰這種 不管中間變化多大 那方向大概是往這裡走 所以臺灣要有所準備 我們在過去這段時間 臺商出走太大了 也就是說我們看到在臺灣接單海外生產的比重 大概都超過五十趴 因為你都不在臺灣投資 也造成臺灣年輕人的薪水不能夠有效提升 這樣的一個窘況呢 現在是有改善資金回流 第一個呢他改善臺灣的產業的一個 一個結構 另外一個就是說前回來之後呢 我們以前是失血狀態 現在可能臉色紅刃了 那但是這個錢一定要用在刀口上 能夠讓回臺投資的這種資金 產生更大的效益 所以這個未來怎麼規範 這個2025 政委員怎麼樣一個模型推估 你認為有塑造回臺灣投資 是因為我剛才跟市長報告就是說 我們去思考就是說 這是三十年來的重要的轉折點 所以我們必須思考就是說 現在利用這個契機 去奠定未來可能臺灣二十年到三十年的發展基礎 那這個基礎到底是在哪裡 那我們剛才特別提到的就是說 這一波的臺商回臺 那現在已經預估 大概今年會到七千億到八千億 那到明年後年 那有可能會破兆 那這個是一兆 大概是實質的投資下去 那我們大概設計的就是 讓這個一兆回來的部分的投資 基本上是產業的升級 從過去智慧化的生產等等的情況 把它升級起來 不再是說單純的在中國的生產的模式 讓它升級 那另外我們當然也推出了所謂的 境外的資金回臺方案 那境外資金回臺方案 過去有很多的這些台商或個人 他的資金是 是泊個在海外的 對 那因為未來有可能這個 肥卡條款任何的查稅的關係 那這些資金可能都必須要回來 所以我們設定了一個方案就是說 他如果在未來兩年回來的話 我們可以讓他稅 割百分之八 如果你投資在實體投資的話 降到百分之四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過去在這個基礎建設 前瞻基礎建設 事實上已經開始打底 各地方政府也享受到的 這個前瞻基礎建設 所投資下去的一些好處 這些前瞻基礎投下去以後 產業在這個基礎之上 那我一直有個想法 因為在最近劉太英先生講說高鐵 可不可以延伸到台南到屏東 南到屏東 那北可能到宜蘭 那我心中一直在想有問題就是說 在蔣經國時代 比方說他那個時候十大建設 大概都在一九八一年之前 大概完成了 也就是說他在用高速光路的時候 很多人講說路開這麼大 也沒有車子 那現在我們高速光路的一條這一條 都都是塞車 這個就是說 這四十年前所蓋的高速光路 或是蓋的機場 我們已經大概現在都使用到一個 這個緊繃了 那未來我們有這個前瞻計畫的預算 然後如果在這次台商資金回流 我們要不要引導到國內更大的 交通建設的路網 然後新新世代的公共建設 也就是說 上一次十大建設所開開透出來 最少有半個世紀的一個 對整個交通的公共建設的這個滿足 他完全滿足了 那我們現在如果這個錢回來比較充沛 我們要不要把這個資金拿到更高端的 就下一個世代的公共建設 在這個整個範圍加大力道去做 你的看法呢 是就是說我們現在設計的或思考的部分 就是未來二十年三十年 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就是說 我們現在做的公共建設或既有的公共建設 是不是足以承載我們未來二十年三十年需要 因為公共建設需要不僅是人民獲得比較好的 好的方便性而已或生活秉持提升而已 事實上對產業發展的幫助非常大 他是魚幫水水幫魚的良性循環 就是政府的公共建設跟民間的私人這個投資 他是一個良性循環 那所以就是說到底要投資在什麼項目 我覺得是可以討論的沒有錯 但是在這個勢頭上 我覺得他是非常必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我來講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必要的 我也把它算在就是說 我們在奠基未來二十年三十年 他的一個必要性 那另外還有就是說 我們過去在五加二產業裡面的綠人推動 那這個本來是轉型政策 離岸風電也好 或是太陽能光電也好 這幾個大概都你管轄的範圍 就是說我們現在看一下五加二產業 五加二你看 綠能科技 亞洲矽谷生技醫療 然後知物會機械到國王產業 那這個這個就是現在擺在眼前 那台商這一波回來 他們往這個方向前進的目前力道大不大 是就是說我們在設計 單單離岸風電一個項目裡面 在二零二五年之間投入的金額 投資金額就會達到一兆 那在從二零二五年到二零三零年之間 基本上又可以有一兆 所以這個部分是能源的轉型 是持續性的一些發展 而且他有很大的一些商業利益 跟投資機會存在 那再來就是半導體 半導體本來就是台灣最重要的 對 那我們一直希望就是透過 已經既定的計畫 這個不是還在規劃當中 大概確定會投資的 我們怎麼樣把這幾個兆元的計畫 真的投下去以後 建構台灣未來二十年 三十年的這個產業的發展基礎 那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契機 值得我們來努力 我想五加二大致上就是說 我也跟這個省部長建議 我說現在台商錢回來 已經承諾了 現在我們回來承諾投資 包括這些廠區 大家都回來了 回來以後實際投資進度 我覺得如果可以更進一步 最終了解他們現在實際的投資的進度 還有他遭遇到的困難 等一下我想這個還跟政委員 再稍微再來聊一下 就是說有一些廠房 比方說我們現在看到 今年其實像廣達 他去買那個華雅科技園區 這個中環的舊廠 台灣現在有很多 比方說那個紡織 他有非常多的舊廠房 這種舊廠房 他因為他經營也沒有太突破 那個廠房閒置在那邊非常多 在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他有效的移轉 比方說他原來做光碟片的這個中環 那他業績也不好 那這個時候 他賣給這個廣達以後 雲端伺服器 這個時候 這個產值就不一樣 那如果原來很多廠製業 他變成高科技的聚落 因為現在這個情況 看起來很明顯 就是說很多台商 我這次到越南去看 看了十幾家 大致上傳統產業 在越南有很大競爭力 因為他蹲在那邊很久了 但是台灣的電子業 現在一點基礎都沒有 那電子業現在看起來 三星在北平省 他基礎非常雄厚 三星很有計畫 用十年時間把中國的生產機 都移光了 但是你看到 我們台灣的電子業都陷在中國 現在都不可治 那這個就是說 現在廣達 大概在華雅科技園區 大量在找地 那這個情況就是說 他現在只要華雅科技園區有地 他不管用租的用買的 廣達都下重手 那這個看起來他很大的決心 要回台灣 那我們能不能利用這一波台商回流 造成一個國內的產業結構的重組 也就是說 我們有一些可能淘汰的傳統產業 或沒有競爭力的產業 然後再利用這個機會 把廠房釋出 然後變成有競爭力的公司 回到台灣他可以找到發展的基地 這個等一下回來請教政委 好這個台商回流 對台灣來講是機會重新再來 那我覺得最重要一個關鍵 我們能不能促成這樣的一次機會 像我們去年有個數字 我剛才沒報就是說 台灣FDI 我們過去都連一百億都沒有 但去年已經來到一百億是四點四億 十年新高 就是說外國直接投資 外面來了 以前我們都跑到外面去 那現在外面開始有進來了 進來現在力道在加重了 然後現在像華亞科技園區 我最近聽說全滿了 就是他已經所有高科技廠 大概已經都蹲在那邊了 那這個情況就是說 我們全台灣非常多的工業區的開發 的計畫 那這次台商回來 有很多講說五缺 什麼缺電 缺地 那我想這個土地如果說能夠促成一個 比較有系統的移轉 就是說把沒有生產效力的廠房或用地 然後來賣給有高度競爭力的台商回流 然後他變成一個新的生產基地 那是台灣重新禮貌換態勢 非常重要一個新的一個產業轉型的開端 那曾偉這個有什麼看法 是 現在這個情勢的確是已經在發生 過去我們很擔心就是說有很多廠商 因為買了工業區的土地或廠房 然後他不用 囤積 對 所以我們有法案通過以後 他如果閒置的話 可能剛開始會輔導他或裁罰 甚至於把帶為拍賣 但是現在可能暫時用不到的 因為這個很多台商回來 就盡量會把這些閒置的土地 大概來做一些使用 剛才社長提到的那個那個例子 包括廣達的例子等等 他買了廠房以後 事實上你剛才提到 他現在如果下一步還不夠的話 他可能連停車廠都要拿來用 很多很多企業都已經有這樣的打算 那那我們法規上的鬆綁還是做了一些鬆綁 就是說容許你做立體化的更新 因為過去來講的話 容積現在加高了 對 把他容積加高等等一些情況 因為現在的發展模式 可能高樓層 你還是可以做生產的需要 這個部分 最高來講的話 你可以容積可以提升到百分之四十到五十 那這個部分 那如果北部的地的確是不夠用 我們還是要往中南部 比較可喜的是 有一些包括台積電 事實上他也到了南科去 重施他的五脈女跟三脈女的這個建廠 所以就是說 不一定說一定要集中在北部 慢慢的我覺得中南部他的發展也發展 現在我看這個北部現在比較熱了 就是說現在要環鄉投資到北北基 到豬苗中張投 往南邊好像越少 但是現在這個情況看起來慢慢也在改變 所以就是說我講這個也是一個新的趨勢 台灣就這麼大 不要說一定要全部都集中在北部 然後如果中南部有好的條件 事實上也可以 我看最近那個橋頭科技園區 對 也完成了嘛 橋頭科技園區會有什麼角色 因為整個南部來講的話 當初是設計南科 那南科現在剛開始的時候南科還有一些沒有滿 全部都滿了 路足也起來了 路足也還不夠 本來路足是在高雄也還不夠 所以為什麼現在有橋頭 那橋頭那個 事實上腹地非常完整 非常好 這個月到路足去看那個長亨的那個 航太的長 然後再回到大社人武去看那個柱龍 那我看那個人武 像我以前在那邊當兵 現在一看全部都是生產基地 是 其實我們現在看就是說 很多傳統產業現在跑到越南 那台灣的電子業 大宗生產類似像黃海漿 我覺得他回台灣機會不大 但是關鍵零組件 我等一下回啦 我特別請教 你如果從這一次日本跟韓國的這個例子來講 我要補充您剛才有一點就是說 現在三星不是在越南 有很大的一些發展嗎 那我覺得非常可惜的就是說 2006年那時候 APEC基本上是在越南舉行 事實上那時候 紅海有去看 而且批了很大的 紅海人保他們都批了很大的地 但是沒有實際的 這個特別跟政委報告就是說 這個我研究過 為什麼呢 因為台商喔 那個時候在投資大陸的時候 很順手 因為兩岸關係不錯 然後各地的 中國的各省的書記 這個經常來訪問台灣 所以我們 我們很多企業跟大陸的官方 其實他們交往都非常深 而且他們帶著以上兵 所以你看到大陸開倒車 各省書記招待 他比較順 但是到越南的時候 你發現他換省長 結果那個條件都不重彈 所以大家會覺得到越南比較麻煩 那因為比較麻煩 我們就幾乎土地拿起來之後 大概就沒有再往前進一步了 所以這個就變成說 我們現在戰略 政府跟民間能不能站在一起 三星去投越南的時候 我覺得他比較關鍵 三星先跟越南政府 先這個簽一個很好的投資條件 北林省那個批的非常大 然後他前面四年完全免稅 也就在建設初期完全免稅 後面十二年稅只有五趴 然後後面這個包括通訊匯率包括關稅減半 這個減半我想這個就利益非常大 所以如果說我們有一個包裹式的 能夠跟一個當地的政府完整的談一個條件 那對台灣的產業來講 那力量當然會非常大 如果用三星的例子 你覺得台灣將來應該怎麼做 我們現在就是在努力做這樣的事情 那現在經濟部已經盤點第一次的盤點 部長親自就是分成十個場市 十個產業 那有一些場市我有參加 那把他們的需求全部都盤點出來 那我們就可以跟當地政府 包括是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 可以去談 就是在優惠上面 至少或者是投資保障等等的一些情況 就可以啟動跟他們做一些談判等等的一些情況 那這個部分已經在進行當中 我想剛才談到日本 你看他日本跟韓國現在對打 這打下去以後你發現 第一個你發現這個兩方面實力就不一樣了 日本現在經濟聯繫三季開始出現成長 也就是說他蹲了三十年 但你看韓國南韓的股市創六年新低 另外韓元大幅貶值 那現在南韓開始覺得要加強這個關鍵領主建的研發 那我相信這個是一個 在這當中一個比較大的變化 日本那三個什麼核化氫 光祖劑 核化巨西亞安 那個韓國一年大概只是進口三億四千萬美金 但是他幾乎已經造成南韓的產業幾乎斷鏈了 那這個就是說台灣的產業的定位當中 我們常常講台灣隱形冠軍 就是說我們要去做那種征戰全球好像不容易 但是呢要這次關稅來講 台灣其實我們是做零主建的 零主建幾乎沒有太大影響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這次的產業鏈台商回流當中 最適合台商回台灣的這個產業 就是電子的供應鏈裡面的關鍵零主建 那我們如果從這樣一個發展來講 很多傳統產業勞力密集 包括電子業勞力密集大量生產 他可能移不回台灣 但是呢移回台灣 我們自己的產業定位 除了五加二以外呢 曾偉有什麼看法 對 事實上台灣的這個科技上的能量 我們還是 在亞洲還是算是非常強 所以就是說 韓國 韓國曾經跟日本嗆聲 就是說 那我們就不跟你買 然後日本就說 那我們跟台灣買 表示說 台灣還是可以相當程度的取代韓國的地位 在工業關係裡面 這個本來就是台灣在科技上能力的強項 等等甚至於某些項目我們早就超過韓國的部分 那這一波起來 事實上韓國的確是受到很大的衝擊 不僅跟日本產生的一些衝突的意見 那這次美中貿易戰的情況之下 他的出口受傷是亞洲視角裡面最嚴重的 他衰退幅度是幾乎是兩位 每個月大概都超過兩位數以上 那當然香港和新加坡也不是很好 只有台灣事實上因為有一些轉單跟一些產能移轉的關係 這兩個月以來 我們的出口 大概上個月是正的 這一個月負 正負都一點點 那你如果看南韓 他負幾乎兩位數 對對對 這差很多 所以就是說 台灣看起來這一波還好 那就表示說 我們在很多的關鍵境線或科技能量上來講 可以補助補那個他們鍛鍊的一個缺口 那台灣就是有這個能力 那又加上他的這個產能上可以很彈性的去調整 也可以馬上那個補足那個缺口 對 那這就是台灣的能力的專長 對 那這一波來講 你可以看到說 從去年開始啟動 或者今年開始台商回台 剛開始的時候 很多的台商還人心惶惶 對 這個美中貿易戰戰下去以後 我們好像要被迫離開中國 到底怎麼辦 對 但是你可以看到幾個月以來 馬上就很快的順手 對 這個就是台灣的能力跟能量 對 那我們必須要自己足以治好 好 這個其實我常在外面看喔 就是說 我們經常唱衰自己把講得一無四處 一無四處喔 我想說 第一個台商 這個我們金融帳啊 淨流出啊 三十五劑 總共金額多少呢 四千兩百八十九億美元 大概十三點二兆台幣 就是說 台灣人去外國買 外國的股票啦 去外國買外國的房子啦 那這個都算金融帳流出了一環 這個我們在外面 其實那個資金是非常龐大的 那台灣有這麼大的這個資金的能量 現在回來等一下 我們要從幾個角度來講 台灣要不要更有彈性喔 能夠讓台灣在這一次的經濟的 台商回流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更大的power 能夠扭轉過去大家的刻板印象 就是你看很多人講 日本輸落三十年啊 台灣招鬼混二十年啊 三十年啊 那個都是不斷地唱衰自己 但是你發現日本這個 這個失落三十年當中 日本人把工匠精神發揮到淋漓盡止 所以日本掌握關鍵零組件 剛剛講到韓國 韓國那個三個關鍵零組件喔 顏料 他說日本不賣他 他就跟別人買 後來發現日本自占力全世界那個化學材料 佔七十趴到九十趴 那別人啊 你買喔 他也沒有辦法供應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就是台灣 其實他底印是深的 那回來我們看看台灣現在有一些緩解 我們到底怎麼把這個 台灣的投資的潤度外賣 能夠讓他更順暢 稍微來 好 范雲再回到現場 我想在整個台商回流的過程當中 我們現在談一個一個關鍵的問題 就產業鏈喔 也就是說 川普在上上到當上美國總統之後 他去講讓美國再偉大 還有一個呢製造業衝返美國 那這個話剛剛聽了說 我們都覺得製造業怎麼可能會衝返美國 現在看起來 美國現在很多也開始回去了 那我在想製造業可以衝返美國 當然製造業一定可以衝返台灣 也就是說 我們過去搬掉太多了 那這當中 我看皮特納摩羅那個書 他特別強調 他說製造業是所有研發的最重要的根本 他說製造業可以比服務業創造更多就業的機會 第二個他說製造業牽涉到研究發展 也就是說你的製造業搬走 你的研發所有的創新也跟著移走了 還有一個最關鍵叫做產業鏈 也就是說這種供應鏈 你一旦這個製造業離開以後 你的供應鏈都整個整個 整個都搬走了 那這個情況現在就是說台商回流之後 我們從原來的紅色供應鏈 到變成灰紅色供應鏈 這當中一定會出現非常大的 轉變 那這個轉變我們現在準備在結構上做什麼調整 對我想 所謂的紅色供應鏈就是說 過去事實上跨國的供應鏈本來就存在 從日本開始的這個所謂的驗行 但是那個供應鏈事實上他是跨國性 每一個國家都按照他的比較利益 來做生產然後達到效應 但是這個移移到中國以後他就不出來 變成所有的生產能量都集中在中國 那形成的就是說我們講的就是所有都變成紅色的 甚至於他在所謂的製造2025那個部分 連把最高科技的部分也要在地化 包括半導體的部分 那就全部都是他的 再也沒有人有扮演角色 當中用國家力量國家隊打你的時候大概都會戰 我就講說這種是全世界不平衡的供應鏈 是不可能長久存在 美國也不允許會讓你存在 因為科技本來就是他佔有最大的優勢 那所以現在看得很清楚 美國要把他的這個科技做切開 那所以說我們科技也發展起來 所以只要科技在台灣落地深耕 然後跟美國循環性的一些發展來講的話 我們就不會擔心說所謂的紅色供應鏈 建構的不是以中國為基礎的這樣的供應鏈體系 就會發展起來等等的一些情況 那所以說這個趨勢就會非常的明顯 這當中現在包括剛剛我在講說 讓台灣能夠創造更大的活力 比方剛才講到像資本科技 他講到勞工的問題 這個卡在眼前 我覺得這個要特別請教政府委員就是說 台灣有沒有辦法 我們現在比方說像烈士一粒一休 那個法條通過以後 其實很多人造成不便 然後來抱怨連連 這個也是對現在政府最大的傷害 也就是說小英上次在選舉的時候 我們輸得很慘 那這個當中其實樓場我到很多地方去 大家對一粒一休 那簡直罵翻天 那罵了以後 當然我們後面在那院長上來之後 也做一些調整 但是現在比方說你加入那個加班會 很多人禮拜六禮拜天乾脆不要做了 不要做以後你會發現很多重要企業 他沒有競爭力了 你比方他這個加班限制以後 他被酸得更死 那這個將來有沒有辦法有鬆脫的機會 包括現在很多人在講 說新加坡他全世界都承認他是國家 但是他本來外勞是偷勾的 但是我們承認我們是國家 沒有超過二十個 但是你本來外勞不能偷勾 那這個就是說如果他是一個議題 那不能討論嗎 那當然有沒有一個大家在最勞動力 整個解放有這麼多的台商要回流 那我們勞動力從不夠的時候 到底怎麼辦 那這個時候我們外勞政策 比方說像最近要提那個最低工資要調高 但後來你發現我們每一次去加薪都加外勞 都沒有加到本勞 這個很多人都在抱怨 這個我們將來在這個勞工政策 有沒有一些比較周密的想法 我很同意剛才市長提到的一句就是說 如果沒有製造業的話 要單獨的發展研發那是不太可能 因為從我過去至少做產業發展來講的話 沒有那個就是說製造業通通不在這邊 然後我只要做研發來講 就可以長期在這邊 你到後來連研發都會走 美國也認知到這樣子 所以台灣留下製造業 這個問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包括勞工問題或者人才問題 那這個本來就是要做一些解套 比如說給勞工投入這個製造的過程當中 保障勞工利益 我想這個還是我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在這個保障之下 可以這個雙方之間給一些彈性 勞資雙方的一些彈性 可以使得提升他的生產效率等等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部分也可以來做一些設計 或等等的一些情況 等等一些情況 我比如說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來講 香港現在為什麼感覺上不太好的狀況就是說 因為他現在香港整個產業 大概只剩下金融業房地產 可能還有國際物流 除此之外幾乎全部製造業被中國掏空 就全部掏到這個廣東去 他的支撐是非常非常低 非常脆弱 只要風吹草動的話 他的所謂的國際金融地位也好 或者是國際物流地位 可能就會下降消失 他就沒有一個堅持的 所以他想要說沒有製造業的情況下 發展一個科技產業或是科技島 那幾乎是全高的 香港努力很久了 對對對 那臺灣事實上有這個條件 可以來做一些發展 所以就是說 KEEP製造業是一個重要的issue 因為他不僅可以往上發展 很重要的這個科技也好 或是研發出來 因為就是因為臺灣有很堅強的製造業 所以包括現在的Google 微軟 AWS 就是亞馬遜等等 為什麼要台灣來設立研發中心 他看準的就是台灣有一個完整的製造業 他才要跟 因為將來物聯網智慧製造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那美國已經沒有這麼完整的製造業 但是臺灣有 那臺灣又是向來就是比較open 他不像像日本跟韓國是以財團為主 那臺灣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合作夥伴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一些強項 所以我是就是說很重要 就是怎麼樣keep住這個製造業是重要的issue 那這個當然您剛才提到的 不僅是勞空問題 土地問題等等的一些情況 這個我們會很認真的去看待這樣的問題 我想要發展製造業 能夠有更大的彈性跟更活潑的空間 臺灣才會更好 等一下回來我們看在迎接這個台商回流的大的記憶當中 我們要有什麼樣的心態的轉變 就過去我們其實天天都在罵 那現在其實趁到大浪來回來 那這個大浪回來 我們應該做好什麼樣的準備 等一下回來請教政委 我們節目漸進尾聲了 我們在最後三分鐘特別請教廣正委員 我相信這個台商回流呢 是三十年當中最大的記憶 那我們現在碰到了一個 美中貿易戰是我們從來沒看過的 然後美中貿易所帶來的 從貿易戰開始到科技戰 現在貨幣戰 這個都是一幕一幕不斷的在我們眼前 所以面對這個歷史上一個巨大的變化 對台灣來講也許可能是一個重大的記憶 在這樣的一個大記憶當中 我們應該有什麼樣的一個心態上的調整 迎接這種大浪來臨 是 我非常同意就是說 三十年來巨大的改變就是在這個契機 我們心中一定要打開 這一波的競爭裡面也許中國他會越來越封閉 甚至於把香港都吸納進去 台灣反而要跟國際的更接軌 敞開心胸 這個從不管是貿易也好 科技也好 甚至於貨幣也好 更大的開放 對 設計一個更大的 可能跟國際來做接軌的一個發展模式 我覺得對台灣來講的機會是非常非常大的 對 我相信你這一次看到 比方說香港如果現在他的聯繫匯率出了問題 香港原來的低稅的優勢也不在的時候 台灣應該去思考 我最近跟很多人講說台灣應該做一個更大的資金的停車場 就是說那個到全世界的錢能夠願意parking在台灣 這個時候我們都稅制 這個下禮拜我特別要跟我們財政部長 我們蘇部長來聊一聊就是說 台灣其實要有一個更完善的稅制規劃 能夠迎接所有的這個資金 願意parking到台灣來 甚至我們的香港很多人想到台灣來定居 這個時候我們移民法有沒有辦法更大的開闊 所以我剛才就是說提到的這個金流上的開放 人才的開放 稅制上的設計 那可能都必須要有一些重新思考 那這個就可以把這事情做成 我想對台灣來講 當香港越封閉的時候台灣更開放 我相信這個對台灣有利的因素相對來講就會增加 我們希望這樣的好的記憶能夠來臨 今天謝謝龔政委員 我想我們經過十幾年 兩個又能夠坐在這裡 這個今天非常感謝 謝謝 一感謝大家的觀賞 今天是能夠讓龔政委員能夠很完整的 把政府的想法把台商回台所面臨的一個歷史上重大記憶 來跟大家分享 謝謝大家的觀賞 謝謝大家